影片下载器 然后但是他怎么去下载 当然我刚刚是把那个影片找到 这个影片 然后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贴上连结 然后 没有 不过那个连结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 然后把这个连结贴上 他就会帮你分析 那不过呢 特别注意 他除了说下载影片之外 他其实还可以输出音轨 也可以把它输出成MP3 所以有的时候 你想说 以前会有什么MP3下载 其实现在根本不用去 找MP3下载 像 我有一些音乐 不过这样好像 有点那个 网路上不是都有那个什么 最新的MV吗 那你的MV把它贴上 它只输出MP3 这样不就可以在MP3播放 七波了吗 不过这个当然 有没有违法 我不知道 反正就这样子 OK 所以里面的话当然 除了你可以下载影片 预设的话是MP4 另外有个MKV 那你想说 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MP4 好像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把档案稍微缩小 好像MKV会小一点点 不过好像不完 不一定 那其他的话 字幕要不要下载 它如果里面有字幕的话 你如果预设是没有 你也可以把它一起下载下来 有这些 OK 那把它浏览一下 我是把它放桌面上存档 然后按一个下载 这个影片就下载下来了 OK 其他的话呢 它除了说可以下载一个影片之外 其实交个一招 你还可以什么 下载整个播放清单 我刚才有 筛选器里面有什么 播放清单 那什么叫播放清单 指的就是说 这里面可以放多个影片 所以未来呢 你们剪接完的影片 可能有十步二十步 你也把它再建一个播放 让我知道详细的内容 详细的影片 可能你就剪三分钟嘛 可是实际上 可能是从十分 十个影片里面 所剪出来的 要怎么建播放清单 后面我们还在讲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影片 全部一次下载下来的话 你可以查看 这个完整的播放清单 接下来这边 有十部影片 你可以把这个播放清单 复制之后 一样可以把它贴到这边 但是它会出现什么 你是要下载单一个影片呢 还是全部 如果你要十个全部 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那你就按下下载播放 它十个影片 一次就全部下载了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假设说 它本身是一个播放 那你就可以 一次就可以 很暴力的 就全部把影片 全部下载下来 OK 所以如果有播放清单的前提 可以这样做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做 那个剪辑的动作 那怎么剪 特别注意 请各位 再来的话就是 到我们那个云端吧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 那个gg.gg 里面有个cloud to app 那我有把一些相关的工具 放在这边 所以你找到02 YouTube的使用与建立频道 这个单元里面 找到工具程式 那我有把它分类 第一个下载影片 所以你刚刚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你下载这个也可以 那底下这边有个叫什么 Tubemate 这个什么 APK 特别说 如果说呢 你要在手机 不过这个手机可能 是限制是要Google手机 在Google 如果你也要做一样的事情 比如下载影片 到你手机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Tubemate 我还蛮推荐 为什么 因为像有些时候 坐飞机的时候 那个飞机上面 你没办法上网 那你在飞机上 有时候坐联航 又没有这个电影可以看 所以我的习惯 我就在机场 或者出发前 先用Tubemate 把一些影片 下载到我的手机上 然后呢 我上飞机之后 我就开始看我那个影 而且后来发现 一定要还要 带个蓝牙耳机 不然有线的好麻烦 后来又买了一个蓝牙耳机 真的蛮方便的 不用线 然后后来又发现说呢 那个什么呢 在飞机上 你要手拿着 手会酸 而且有时候 刚刚感觉好像卡卡 后来又看到有一个 那个 这个 飞机上可以用的架子 那个架子 直接给上 把它插在那个缝缝的地方 然后呢 手机就放上去 就可以坐着 其实就跟一般的 有那个影片的那个 就是那种飞机 其实差不多了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Tubemate 其实还蛮推荐的 如果你要 在手机上 下载影片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播放 如果说 你要剪影片的话 特别注意 可能还要第二个下载 万用的解码器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你没有下载这个解码器的话 它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剪那个影片 所以你要 再去下载那个解码器 解码器我放在第二个 所以一是播放 二是解码器 下载哪一个呢 下载那个K-Lite 这边有叫什么K-Lite OK 这个这个东西 K-Lite 扣这个 OK 然后呢 把它下载安装一下 第三个呢 再利用那个剪辑工具 还有合并工具 那剪辑工具的话 这边我提供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工具 就是第一个快速剪辑工具 你也把它下载下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下载 然后可以解码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什么可以去做剪辑 不过这个好像会出现这个 我们好像保留 把它保留 所以这边的话 分别就是把第一个给安装 然后再安装解码器 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解码器给装起来 装的话就下一步 install就可以 那个剪接的话 剪辑工具是这个 我把它解压缩 因为它好像是压缩档 按右键把它解压缩 解出来之后呢 这个可能安装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是快速剪辑工具 那一样把它下一步 I accept 然后把它下一步 下一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 就大功告成 不过最后 把它直接lunch 剪辑工具 它会跳出什么呢 这个视窗 但是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它这个是试用版 如果说你要解除那个限制的话 怎么样去剪那个影片 比如说我刚刚跟没有借东西 那我就是把它开起来 影片在这里 把它拖拉到这边放开 它就开始播了 如果你要剪 比如说我想剪什么 剪那个某一段 它开始讲说 那个观光列车好了 这一段 怎么剪特别注意哦 开头的地方点一下 假设从这边 可能你要自己播一下 从这边哦 然后到哪里 后面有个结束 这一段 总共就是从 1分34秒到 2分14秒 假设这一段我要的话 你就是一个 选完之后 一个开头 结束的话呢 在一个 结束的部分 就是让它知道说 你要这一段 它也会给你 头跟尾的时间序 最后的话 你就把它按下这个剪刀 Split 接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 名称叫01好了 也许这个就是我要的第一段 把它储存 这样它就帮你剪出去了 如果你把它播放的话 基本上 看下日本 30秒 准备把什么棒 它把五星级半年 让它们放进 就这一段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快速再把重点回归 第一 请各位到我的云端上面 那我是把它放在02这边的工具程式 下载在这里 解码在这里 这个 不过这个解码有没有装 我不确定 之前好像同学没装 就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做快速剪辑动作 剪辑是这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 主要 就是 讲到有关如何利用那个YouTube 你在YouTube里面把它下载下来 那也就是说以后 只要你看得到的影片 基本上应该都可以下载的下来 那下载的话呢 除了可以下载影片之外 也可以下载成MP3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要去下载那个解码器 因为如果你没有下载解码器 你在剪辑可能会出问题 OK 再把最后的那个结果跟各位讲一下 一连到云端这边 下载这个影片应该没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解码器 解码器是这个 K-Lite这个 装起来 否则你可能没办法剪 第三个是用快速剪接工具 可能这个下载的时候 它会好像有警告吧 你还是把它下载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边有一个叫合并 把它切成格状好了 这个是切割 我们会有个合并在这里 这个叫什么 Free的AVI 它一个合并的工具 这个合并工具的话 一样把它装起来 这个叫Join 这个合并影片 那基本上呢 我希望今天各位做几个练习 一利用这个Spritzer 把它切割 那我把它切割成 总共有1 01 02 03 也许我有三段 都是其中我觉得最精华的 最后的话呢 你再把那个 就是合并的 这个装起来 然后做什么呢 把这三段 它会提示要不要upgrade 我先不要upgrade好了 OK吧 然后把这三段影片 你剪的吧 把它再放到里面去 123嘛 就是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OK 合并到哪里 也许你把它放到桌面上 然后桌面上 你就把它直接输出 输出成一样是AV 这个MP4好了 然后就按Join Now 就把它Join在一起了 我刚刚已经把它Join了 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 里面的这个 OK 所以这个假设啦 你最后给它一个名称吧 比如说什么 这个叫火车爷爷 精华之类的 名称的话也许就火车爷爷 它叫火车爷爷 精华 OK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最后要的 也就是说呢 本来这个影片 很长一串 可能有最 完整的是八分多钟 那我要把它改成 可能切完之后 再合并 变成一分多钟 有没有 也就是说你们将来呢 在报告的时候 就给我个精华板 你这个要教我怎么样教 一样放在云端上 所以最后的话 请各位再把那个 影片传到你的云端的 任何一个资料夹 你自己再找个地方放 把它拖拉放上去 这样子的话 影片就会帮你放在 你自己的云端上面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就把这个连结 按右键 共用 有没有 记得共用要打开 开启连结的时候 按右键 开启连结 然后把这个连结告诉我 不过一样 这个连结的话 它当然把它前往的话 它是长这样 我可以下载再看 或者是说呢 你给我什么 最后把这个连结 复制之后 一样我前面讲过了 提供给我什么 GOO.GL 不 应该是GG.GG 帮我把这个 GG.GG里面 把那个刚刚的 网址贴上 Shoot it 最后给我什么 给我一个短网址 加QR Code 一样嘛 反正最后我希望 把刚刚的那个连结 你就提供给我 缩短网址 加那个QR Code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 今天的作业 就是请各位 试着下载 你喜欢的YouTube的影片 如果没有 你就先用TEDX来练习 然后呢 利用那个 就是下载影片的 那个软体 并且 再用剪辑工具 剪可能 剪练习个一段 两段三段 最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我要的就是 最后合并在一起的 那一个档案 你绞交的话 就是绞交那个 合并之后的档案 这样就OK了 应该没问题吧 我找不到 小小的东西 会很容易 谢谢